这次的整个拍摄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选择了在一些非常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来进行创作 可能很难联想到它跟时尚的一种关系 就因为如此 这一次这个碰撞我会觉得非常的特别 难度最大的地方我觉得都是在于外景的把控 因为像去到菜市场 没有很多爷爷奶奶的围观 我自己跟时尚合作过非常多次 整个团队非常的精力求精 有外景上面的一些压力 但是整个过程还是非常的顺利 我们灵感来自于它的老家成都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时尚前沿的icon 然后我们把这两种语言完全结合在一起 安排了几个场景 比如说麻将我们动用了麻将演员 集体搓麻 重现了当时的市场特色 这挑战蛮大的 所以我们拍风险的大部分都是旁片 而这一组图片呢完全是外景 而且是非常接地气的外景 在现场拍的时候条件都很艰苦 但是拍fashion和real life的融合与对撞的一个主题 拍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 这次基本上是一个电影的制作方式 去拍一张照片 造型的部分 我希望跟环境有比较明显的冲突 然后整体是复古的 使用了很多不同年代的眼镜 和一些古董的配饰 希望能呈现出一个跟之前不太一样的语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